美国国防部急着要寻乌克兰模式 提供154亿军员台湾 难道是战争进了吗 去年围台军员 全年支援役士兵 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 高达4066人 创下历史新高 是不是连军员都留不住 所以我们支援役的军员都留不住 是不是退伍制度要修改 你怎么知道留不住 你怎么知道留不住 不要问这种问题 冯士宽大暴走 否认退伍制度问题 美国免费军员传出以刺针 托射和标签等地面作战为主 是不是要台湾打肉搏向战 你突然间接到无偿的这种援助 你一定会付出不可预计的代价 是战争的代价 我想我们不会那么笨吧 免费的军员 难道会是白雪公主的赌苹果 在一档狂炮轰 他曾经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他是杭阿兰 难道蔡英文总统 不应该听听她的话吗 我们也不要成为乌克兰第二 台湾要的是和平 尤其他给我们这武艺的军购 内容全部都是在台湾本岛 发生战争所使用的武器 这就是会让台湾没有第二条路 只会成为废墟 毁掉了所有台湾年轻人的未来 当志愿一抢退伍 网友嘲讽不是军人留不住 也不是大家不爱国 而是不想为民进党还有美国而战 当了炮灰无法回头 记者张佑茨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义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